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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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人生 瞬间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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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古江山 如世如画 还我一个 太平天下 随被秋风 灭马 江南春雨 心花 千古江山 如世如画 还我一个 太平天下 千古江山 如世如画 千古江山 还我一个 太平天下 千古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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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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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 你也是汉将子孙 何故背反朝廷 曹贼 你也有脸替朝廷而自吗 你欺君往上 杀我父兄 我食当生鸡肉 鸡肉肉 鸡肉皮 怎么有这么多的人 想食武肉擒武皮呢 马儿 你父兄就是想得太过了 这才梦断九泉 曹贼拿命来折 谁能擒住马儿 马儿秀狂 鱼锦在此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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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这马儿还果然是天下良居啊 恨不为我所有 马儿凶狂 驾 任是你也张合吧 你们这种反护 这片梦 那一片梦 走 杀过去 斩了 草贼 杀啊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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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管别人 真是去草草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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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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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驭 常人則是苍賊 追殺苍賊 常人則是苍賊 驾 杨人則是苍賊 追殺苍賊 爬 爬 追殺苍賊 别能够跑了 杀死他 放我折死 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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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 驾 狗贼凶走 快 杀 杀 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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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丞相回来了 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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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 快赴丞相金诈 如果不是许楚今日 无命休矣 以前 老师听说马超之勇 不亚于吕布 今次算是严见为实了 这一仗不好打呀 丞相 西梁军消极剑马 恐怕我骑兵很难取胜 但他们竟使长枪 我们可用弓弩手应战 丞相 西梁军全仗战马 我们如要取胜 凝使勾连枪对付他们的战马 妙才说 要用弓弩 迎战敌军岂不闻 西梁军一山射 子莲说 用勾连枪破敌军快马 好是好 但是仓促间 到哪里去打造 这么多支勾连枪呢 丞相 末将 末将认为 不如派遣一支 快速禁旅 绕道河西 截支贼路 马朝两面受敌 情势必畏 功名这个法子 才算是合乎兵法 但是 乌军深入敌后 需要一员 有胆有势的上将 不如派遣一支 封下 末将 愿前往 通关丞下 我战败了 请专许我报仇学耻 好 你要多少人吗 我只需旌旗三千 我给你六千 我令你率军 渡河潜行 绕道河西 后日正午 攻西马朝后营 功名 在 如果这次再败了 你就不必回来见我了 末将 遵命 报 报 禀长相 少计他报 西梁军又添兵了 侯选成盈从长安赶来入寨 多少兵马 三万 太好了 太好了 那省得我们去西梁灭他们了 对 成效做得对 不畏 我令你们 率本部 行夜渡过渭河 在河北安营扎寨 准备营地 助攻为何不先收复铜关 那里是关中要经啊 铜关攻下来 西梁军的良道也就断了 这个我何尝不知啊 但是铜关 是贤爱 只需五千兵马便可坚守 如果我此时分兵去 攻打铜关的话 马朝必定能突破 我军正面 马朝此番前来 算是清朝出动 有二十万人 足足是我们的两倍有余 马朝料我不敢进军 但是我必进军 丞相 我军北渡之后便是一马平川 旷野之中难以安营立寨啊 如果西梁起兵全军处杀 我军难以抵挡啊 渡河之前 就派遣士族备好巨目 渡河之后立刻安营扎寨 报 丙丞相 韩随帅五万西梁军赶的 与马朝和兵一处 他怎么才来啊 来得好 来得好啊 这回咱们可以离亭扫雪 再为何平定其量 不必去千里之外了 诸位 我意已决 北进 应敌 自立 是 叔父 我今天差一点杀了曹贼 要不是一个黑面将军扑上来 曹贼必被我一下刺穿 我知道你说的那个黑面将军 他是曹操的虎卫将军 名叫徐楚 极为英勇 曹操称他为虎侯 原来是他 倒是为猛将 曹军死来有多少病啊 探子报来消息 有十万上下 皆是曹军精锐 曹操是把老本都压上了 看来是想和我们在这里决议死战 尚将军 大哥 曹军已经渡过渭河 他们正从船上搬运木料 准备扎营立寨 孟起啊 绝不能让曹操安营扎寨 一旦他们有了立足之地 战期就会脱长 而我们受粮草所限 不能救战哪 不错 趁他们立足未稳 我连夜恭喜他们 丞相 大事不好 西凉兵夜袭渡口 把我军渡船木料 全都烧光了 丞相 没有木料 我军拿什么利营战 没有营战 西凉骑兵 会像狼群啃食骆驼一样 把我军慢慢啃光啊 你现在马上去 把全营的将士分成三班 一班防备敌军的西营 另外两班 昼夜不停地取土铸城 以坚守 诺 二部 丞相 这里既是杀土啊 我三万将士 辛辛苦苦干了一夜 住起一道土城 草人起来一看 全倒了 丞相 在下讲 而今只有一册可行啊 说 不已支宜兵在此 大军退回为何之难 不成 渡船大部分 已经都被西凉军烧毁了 十万大军如何过河 寻找潜滩 涉水而过呀 退则必乱 乱则必败 八朝的大军 离我们不过二十余 如果在我们半渡的时候 发起攻击 则全军覆没 可这旷野之间 四面受敌 难解立足啊 丞相 西凉兵击一股挑战 草人 草人 现在是性命攸关的时刻 第一 必须出战 第二 必须战胜 第三 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里 给敌人最凶猛的攻杀 否则 马朝就会知道 我们没有立足之地 他就会率领所有的军队 来攻杀我们 明白吗 明白了 去吧 洗手 你们这里保护丞相 其他所有将军 随后来 随后来 进鼓 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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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天难道真的要 枉我于此吗 丞相 会搭仗吧 天太冷了 滴水成冰啊 你刚才说什么 我 我 我说 滴水成冰啊 承越 你给了我一条妙计啊 你 马上 让营中兵士 把所有的水桶和水缸拿出来 到河边取水 丞相 什么意思 你们看 天上阴云似合 今夜朔风起时 必大动也 子时后 让冰士们 一边筑墙 一边泼水 天明前 一座冰城 不就立起来了吗 妙计啊 亲住我丞相啊 很愿意 是 那怎么办 这边 你怎么看 吴 马上 这边 行 泥 放箭 操贼 奸贼 俄贼 逆贼 马儿 你欺我住寨不成是吗 你看看 一夜之间 这天上就掉下一座奸城来 由此可见 而当非我敌手 还是趁早归降吧 想我便是顺天 再者 我生性爱财也不忍杀你 凑贼 你指挥成口舌之力 敢与我决斗吗 门儿 你可识得武 瞧尽许楚吗 你就是虎猴 正是 恶虎尸马 待武下去 将辱拿下 他要命 就帮他 你这不忍杀 ln n 再来 二 再来 走 走 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走 你 丞相 多少合了 足足一百五十回合 还没分出胜负 不分胜负 也没分出强弱 不分强弱 我看得眼都酸了 他们的绑子竟然不酸 马上休闹 马上休闹 许主 我何惧你 因坐骑伐力 你我接回赢换马 再斩三百回合 你敢吗 如何不敢 快 给许主备好座起 诺 丞相 借你的大青龙用 叔父 借你战马用 好 侄啊 许出勇猛 切切小心哪 叔父 放心 谢谢啊 马儿 马儿 汉勇 虎后当心 主公勿庸 看我取他偷走来 拿走 将军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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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跑 跑 快 走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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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儿不死 我乌宁日啊 诶 丞相 席梁军后惊奇闪动 定是徐皇杀到他们后方了 藏人 开城决战 诺 开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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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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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狡诈的曹贼 他自己引兵在此诱我 却令徐晃乘虚公我后路 我军这村两万多 我军父辈受敌 军心已动 粮草也不多了 怕甚 我军兵马两倍于曹贼 待我再引军挑战 杭德 代军攻袭徐晃 诺 曹操坚守不出 为之奈何 孟起 孟起 再拖下去 对我们不利啊 乡人的两支兵 已经不高而去了 那叔父的意思呢 不如暂时收兵 割地言和 我们让出关中 曹操也退出河西 两家各罢兵 挨过了这个冬天 到春暖 再做记忆 大哥 我军根基远在西凉 曹军要是断我归路的话 那就太危险了 可恨哪 父亲的血仇未报 孟起啊 君子报仇 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曹操一代兼雄 和他相争 急走不得呀 那 叔父做主吧 大哥 肉串相 这是寒遂派人送来的书信 韩随时时务 要隔地求和了 好啊 马超经过此败 五年之内不敢难顾了 丞相答应他们吧 下后援 末将在 你去回话 约韩随明日债前相见 遵命 丞相 请韩随将军出来说话 丞相 丞相 辛苦 将军无恙啊 丞相既答应议和 何时让许晃将军退出和西之地 三日内 即令许晃退还和西之地 那好 我军也会在同时撤出关中 请丞相不要失信 在下告辞了 文曰请留步 我和令尊同举笑脸 我曾以梳理事之 说起来你我还是故人 今日相见何不叙叙 丞相要叙什么 将军今年贵庚啊 四十整 真是白居过西啊 故人之子都已年到不祸 曹某长你十岁 已是老朽了 将军 他俩怎么谈了这么久 等韩随回来 一定要问问 他们都说了些什么 要是他不告诉我呢 今天谈得甚是开心 丞相 我军的和书已送交丞相 丞相的和书 何日送来啊 你想何日啊 明日 明日就明日 会有人送到你们军营 那好 在下告辞 告辞 走 搬走 今日阵前 叔父与那曹操相谈甚欢啊 曹操自称和家父有救 说了些往事 但愿你们紧紧实地叙旧 走 好了吗 丞相 你看一下 你这是推磨呢 太浓了 那 那要不我再兑点水吧 不用了 浓有浓的妙处 丞相 你这是为何呀 为何图成这样啊 兄弟 你刀枪无敌 那是你不懂的 有时候 用笔墨杀人 比用刀枪杀人 省心多了 现在这个像不像一封天书啊 嗯 像 好 你现在差人 马上把它送到西凉军寨门前 交给手足 遵命 是 那是一封天书啊 那是一封天书啊 我现在要舍得了 你把我给你了 你只要一大人 我给你了 你了 书副 听说曹操遣人送何书来了 孟岐 送来了 这 这上面为何竟是些改图的痕迹 原书如此 我也不知何故啊 莫非曹操错将草稿送来了 曹操是出了名的惊喜人 怎会出这样的差子 不会是心里有什么话叔父不想让我看见 所以先涂抹了吧 孟岐 你 你这是何意啊 先父与你是生死之久 现在先父的大仇未报 竟然生出异心来了 孟岐 你冤枉我了 我与令尊亲如骨肉啊 怎会做出这等背信信义之事啊 此一时彼一时 现在我们交战不胜 你就和曹操攀上亲了 孟岐 你 好 你要是真信不过我 那就等到明日 我约曹操出城说话 你从阵中杀出 一枪刺杀他便是 好 叔父果能如此 我便相信你的真心 告辞 去 走 对 嘴 走 走 走 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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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将军 请丞相出来说话 好 韩将军 丞相正在会晤许昌来的天子使臣 暂不能出来相见 不过他让我转告将军 那封信收到了 将军的心意丞相已经了然 丞相说他一切都会按约定来 请将军那头切莫勿示 千万 你说的话我怎么听不懂 韩随 你这个吃力爬外的奸贼 你这是说什么呢 你勾结曹贼 想害我性命 贤侄啊 你千万别上曹操的当 我绝无一心 不要再骗我了 韩将军 少将军住手 少将军请住手 少将军请住手 好 韩贼 已经令人围攻我 好 任凭你们一起上 我也不拒 来啊 喔 estamos 稍密 我去门走 天船依舊 孤沾长生 几度春秋 路没有头 情不能收 渐点凭生之微愁 青梅珠酒 要把话说通 天下英雄 谁是日的手 烈火飞舟 你必须回头 将冬子的夜 风流 不失控 也不失药 一粒隐魂到永久 不失去 也不失了 往来在人间 与天地同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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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天地隐称